金克部长辛俏尔晚些时候说 他支持里克斯科特州长的立场 即佛罗里达州是独一无二的 该州沿海地区的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 川普总统的私人豪华度假地海湖庄园 也位于佛州 上星期川普政府一反奥巴马政府的政策 提议开放美国沿岸几乎所有的水域 用于油气砖探 我们已经在实地采取行动 在加州这里反对他 一些城市已经通过决议 反对离岸租赁 我们计划两月在萨克拉门托 就这个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 表达我们的强硬态度 川普政府要推进这一计划会比较艰难 加州和墨西哥湾近年来 发生过凉气严重的石油泄露事件 造成海洋生物和鸟类死亡 当地经济也受到影响 美国国防部也对在海军举行军演的 墨西哥湾东部进行专探 表示疑虑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